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這個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兩股邊長都是1 好,那我在斜邊上面 給它分割成n加1等分 那分割點的話有n個點 從1到n 總共有n加1等分 好,那麼我現在把這些OPE 這些等分點的話分別是PEP2一直到PN 那這OPE的平方加OP2的平方一直加到 就是說OPER 的平方加上OP2 一直加 加到這個OPN 這個我叫做AN 那現在就是說 我如果mg無窮大 也就是說這個等分點 無窮多個的話 mg無窮大 AN 這個會等多少 好,那我現在 把這個 先把它算出來 我現在什麼呢 先拿那個 一般項來討論 就OPK OPK的話 這個怎麼算 因為 這個編長的話 它整個是根號2 因為這1的平方加1的平方開根號 這是這個編長 好,那麼APK 是等於多少 APK的平方 有那個什麼呢 APK的平方是等於多少 等於那個 總共幾等分 總共是 是N加1等分 然後每一等分的話 是多少 N加1 因為是根號2 因為全部是根號2 好,那PK的話呢 到達A 總共 總共有 那個幾個等分 有K的等分 就P1 P2 P3 一直到PK 總共有 總共有K 總共有K等分 那每一等分呢 這麼長 它有K等分 好,那我就把APK算出來 那我現在可以用 余選定理 把OPK算出來 OPK的平方 比多少 用余選定理 等於這個平方 AO的平方 加上 APK的平方 減掉兩倍的AO 乘以多少 ABK 再乘以cos 這個是45度 因為是1比1 比2 cos45度 好,那這個等於多少 AO這個是等於1 那ABK的話 是這個 這個是 哦,沒有 這整個平方的話 這還有平方 這ABK的話 是這個 然後這個平方的話 N加1 溫 是更大2 K 的平方 ABK的話 是每一等分 每一等分 是這麼多 那ABK總共有K等分 都會稱K 減掉 這是E 這是 N加1 溫 更大2K 就知道這個是等於跟它二分之一 那就可以消掉 所以呢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 N加1分2 K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我通通把它加起來 通通把它加起來 後來就說 這個N N就等於多少 是個嗎 K 等於1 到N N 然後這個是OP K 平方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等於4個嗎 K等於1到A 然後這個等於1加到3 N加1的平方 2 那就是K平方 減掉到3 減掉到3 N加1分2K 好 那第一項把它加起來就N嘛 把這個 這一項 這一項多少呢 是減掉到3 N加1分2 乘以多少 這個K從1一直加到N的話 6分2N加1 2N加1 加這項 這一項的話 N加1的平方 分2可以抽出來 然後這個的話 是等於多少 再乘以多少 K平方 1平方 2平方 3平方 一直加到1平方 6分2N加1 2N加1 2N加1 好那這樣的話呢 這可以算算 2可以消掉 N加1消掉 所以這兩個剛好消掉 剩下後面這個 後面這個的話 2可以消掉 23得6 N加1可以消掉一個 所以是3 N加1 那分多少呢 N乘以2N加1 這樣子 3乘以N加1 N乘以2N加1 好那N我就算出來了 然後 現在呢 這個它是說平均數 我這搞錯了 這N的話 是平均數 除以N 就OP1 OP2的平方 一直加 加完以後 那我給它做平均 這才是N 所以喔 這個等到 這個是等於那個 好那我給它取平均 然後這個LIMIT N趨近無窮大 那上面這個我已經算好了 是這個 是3 N加1 8分之內 2N加1 然後除以N 加1N 這約掉 當你N趨近無窮大的話 我現在就給它上下除以N 上下除以N就是 LIMIT N趨近無窮大 然後呢 這個多少 這個是 上下除以N 3乘以1加N 上面是 那個2 加上N 上下除以N 到你N 去進行無窮大的話 這一下就 趨近1 這一下 趨近1 所以趨近1 所以 答案是 3乘以2 谢谢大家